游覽車翻覆造成嚴重傷亡 除了車速過快疲勞駕駛 還有一個關鍵原因 就是大多數乘客 並沒有系上安全帶 某一部分也是相信司機的技術 它不會開太快 也不會隨意朝車之類的 的想法 所以就比較不會去洗安全帶 坐車的前座就會 可是坐客運游覽車 就沒有那個意思 標準游覽車每個位置都有安全帶 依照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第三十一條 營業大客車行駛於高速公路 或快速公路必須系上安全帶 不然會對乘客開罰 三千到六千元罰還 法律雖然有明文規定 但警方執法取締上 依舊困難重重 如果真的不幸發生事故 乘客第一時間可以把身體向前傾 雙手抱頭 縮小腿上彎 呈防撞姿勢就能減少衝擊 上了預覽車 你要先知道安全門 安全窗啊 或者這個上面有這個氣窗 怎麼樣先瞭解 然後瞭解就知道 它裡面都有說明 它的開啟的方式 這起意外生還的十一人 多數坐在車內左側 但這是不是就是所謂的保密位置 並沒有絕對 事發當時大多乘客 都沒有寄安全帶 反覆瞬間 人被拋出車外 死傷慘重 意外無法避免 但基本的安全措施 做得完善 一定能把傷害降到最低 記者台北綜合報導